大家平安 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会阅读四篇五十二篇 然后每一天一篇的诗篇一直到二月尾 那么盼望我们可以完成 一个部分的一些的诗篇 然后我们再进入另外一卷的书 今天我们来阅读五十二篇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这个的诗篇有一个的标题 那标题就让我们看见这篇诗篇的背景 这个的背景可以在《善目尔记》上第22章 那边来阅读来参考 那个背景是这样子的 当大卫他逃离扫罗的手的时候 就曾经去到一个的祭司 叫做亚西米勒的那一边 当时候大卫饥饿 那么这个祭司就帮助他 让他来吃这个橙色饼 这些圣饼 那么在同时也帮助大卫 让他能够有武器可以逃走 拿了当时他砍下那个巨人 哥利亚的头的那把刀 那在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亚西米勒祭司是不知道大卫 从扫罗那边逃离出来的 因为大卫也没有告诉他 大卫是说 亚西米勒祭司分派他办很重要的事 他很紧急 因此没有带足够的粮食 也没有带到武器 那么亚西米勒是因为认识大卫 是扫罗所重用的臣仆 而接待大卫的 但是当这件事情走漏风声过后 因为当在当时候有一个的 以动人叫做多义 那么他看到这个事情 然后他去转告给扫罗王 扫罗就追杀大卫来到这个祭司当中 那么他不接受这个祭司的解释 因此吩咐人 把祭司跟他全家都杀害 圣经说 扫罗周围的人都不敢下手杀 耶和华的祭司 唯有这一个的以动人多义 他就拿到 杀了祭司的一家 经文特别记载 那个一家不是immediate family 是整个household 跟祭司有关的好像诸年九族一样 那一天死了85个人 那是非常可怕的一场大屠杀 那当这个的消息 传到大卫耳中的时候 诗篇52篇就写下来了 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个背景当中尝试感受 大卫的那种的情感 那一方面 他提到一个的勇士 那为了勇士 很可能是指以动人 多义 那也可能是指扫罗 他怎么说呢 他说勇士 为什么作恶 只夸 上帝的慈爱是长存的 那如果我们注意这一段的经文 这一段的经文在后边 也重新出现 谈到上帝的慈爱 第 8节那边说 自于我 大卫说 我要 自于我就像 自于我就像上帝殿中的清甘难素 我永永远远 依靠上帝的慈爱 这个勇士 不管他是多义也好 还是 扫罗也好 他的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勇士他作恶 他在作恶当中 他是忽视 他是看不起 他是不顾 上帝的慈爱 上帝的慈爱 临到 大卫 这个勇士不顾 上帝的慈爱 在这个 祭司的家 但是这个勇士不顾 把整个的家庭给杀害 这个人 这个勇士 不管他是谁 他是忽略上帝慈爱的那一个 一个忽略上帝慈爱的人 怎么能够继续生存呢 他不依靠神的慈爱 他就会走向灭亡 他不依靠神的慈爱 他就会在 错误当中 在 轻看上帝作为当中 继续的 作恶下去 经文怎么说呢 经文说 他是行鬼杂的 他完全看不起上帝的慈爱 而且 他 图谋毁灭 舌头 讲谎言 第3节 喜爱 说谎言 多过说公义 这是这个勇士 的情况 他的背后的原因就是他 忽略了 他忽视了 他轻看了 上帝的慈爱 弟兄姐妹今天 你跟我 我们都是存活在上帝的慈爱当中 如果神是 不慈爱的 如果神是 单单审判罪恶的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站立在上帝的面前 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 但是弟兄姐妹 我们的上帝 不是只是公义的 他即使圣洁 又公义 他同时 又是充满怜悯 充满信实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我们要感谢神 当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 有机会悔改 有机会回到神面前 我们这是要抓紧 神他自己的福音 因为我们看到 这其实正是神他自己的怜悯 跟慈爱 让我们能够在神里面 站立的稳 能够在神里面 能够 在他的慈爱当中 有机会回转 回向他 因为上帝帮助我们 大卫怎么说呢 大卫说上帝要毁灭 上帝要审判 这一个勇士 可能是 多亿 可能是 少了亡 上帝要审判 作恶的 直到永远 上帝要毁灭 第五节 直到永远 上帝要 在 活人之地 把他给拔除 因为这个人 流了85个 上帝祭司的 这个的血 大卫要怎么办 大卫提到这个恶人 提到上帝 然后提到他自己 他说他自己要永远 住在上帝的殿 好像 上帝殿里面的 青甘蓝树 永远 依靠 神的慈爱 而且要 称谢他 赞美他 一直到 永远 这样姐妹 今天我们看到大卫的这篇的诗篇 形容一个恶人 形容上帝的 对这个恶人的作为 然后大卫自己本身 在神的面前 要坚定的 不要重犯 恶人的 的道路 不要像恶人一样 轻看神的慈爱 他反而要去拥抱神的慈爱 要去诉说 要去宣讲 上帝自己的作为 要去称谢他的名 今天 你跟我期末也是一样 不要去 忽略上帝的慈爱 因为若忽略上帝的慈爱 我们就会 陷入在罪恶跟灭亡当中 愿神帮助我们 紧紧的 我们是蒙神慈爱的人 我们要紧紧的 在他的应许当中站立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跟慈爱中站立 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 愿你眷顾 帮助 扶持 引导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让我们赶紧的 打开